楊耀勳重返職棒戰場 又出現一線曙光 這位旅外經驗豐富的左頭 只要通過體檢 就能成為異大犀牛的新戰力 但是更讓外界疑惑的是 當初握有狀元牽引的異大 怎會到現在才出面網羅 因為我 當初我回到台灣 其實離選就會其實時間蠻短的 那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 其實很難去判斷說 以他這種目前 他的情況的人 我們有辦法 很容易 沒有辦法很容易掌握到 所以當初就會 就把他排到比較後面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沒有在選秀會上面選他 當初楊耀勳揮露得沒球隊青睞 主要原因就是控球失意的狀況 但是透過在美國的教練精力洗力 葉總認為有解決的可能 在 至少在美國這四年當中 其實看過這樣選手其實蠻多的 那他的控球其實本來就不是那麼準 也 所以就當初他是控球不存仗而已 據瞭解楊耀勳就算入隊 也是先領二軍薪水 雖然異大願意嘗試賭一把 但葉總特別強調能不能重返職棒舞臺 還是要看個人的決心 我覺得到最後是選手本身的企圖心 跟他相不相信他自己 說可以完成這件任務 旁邊幫忙他的人 只是給他一些建議 然後協助 不過到最後這件事情會不會成功 其實真的是要靠選手本身的想法 在這場可能是職棒生涯 最具決定性的一戰 楊耀勳能否重拾國手級的球威 除了田柱更要自助 國外區新聞張建宏 張紀元採訪報導 會議 提示 都是 在改裝法裔 最新的